好,我们刚刚谈到那个性侵害 其实我们今天题目不是性侵害 是从一开始讲 你爱不爱自己 或者不爱自己 然后童年的一些伤害 到底多严重 无意识的这个部分 站在我们生命中90% 是你不知道的 你无意识的 所以透过心理治疗 好像是想帮你去知道这个东西 那刚刚我们话题 逐渐慢慢缩小到 讲到性侵害 性侵害在东方社会 台湾不太敢讲这个话题 又讲到父母亲 因为我们讲到孝顺 又讲到性侵害 这个好像非常尴尬的题目 其实我个人也是一个成长过程中 渐渐渐渐到这个年龄以后 我才突然发现 哇,这个好重要 因为对于性的态度 我们从小是被压抑的 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是 我们的课本里面 讲到生理卫生的时候 性这个chapter是跳过 跳开的 我为什么特别有感觉 因为我四大生物系毕业的 我们毕业后 实习会把这个最尴尬的课里 让我们来上 所以本人上过非常多性的课 是因为我四大一毕业 生物系专门去上这个 因为别的老师不敢上 所以我就跟同班同学会准备好 去实习课 第一堂是精华女中 精华过中 我以后就用表格打说来讲性、性、性、生子 开始讲这个 一直讲讲讲 讲到最后 我发现我自己从来没有敢看过A片 所以我第一次看A片是 大学的时候 几个男生去接了A片 放在墙壁上看的时候 他们来说 你是生物老师哦 你来讲解 不好意思讲说这是A片 A片就是A片 跟那个生子跟性有什么关系 A片就是A片 A片跟生殖的课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不假装说非常慎重的在看A片 其实是在算生殖课 所以讲到这里我很激动 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非常禁闭的 虽然我自己在上课教这个 可是我自己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 完全禁闭 因为性这件事情 才有你跟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才有父母跟小孩子的关系存在 因为性这个事情所有的爱情的连结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纳性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话 我们永远都学不会爱自己 性实在太重要了 可是性跟生殖好像不直接有关系吧 我们所有的动物 我现在讲到这里 所有动物的性是为了生殖 为了繁衍后代 我们这样讲讲很严肃 就是性 性是为了繁衍后代 就像你刚才讲说 你跟我要是没有父母亲的性 就不会有我们 可是只有人类的性跟其他动物不同 他的性是可以快乐的 这点你同不同意 对 就是很奇怪 人本身跟其他所有动物不同的地方是 他性不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多少人他是不想要后代的 可是他有性 这是为什么 因为快乐 所以我们会不断去追求 甚至会讲组成家庭 然后有跟另外一半在一起 然后就是那种追求快乐 可是到当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纳自己的身体 接纳自己的需要 人体最三大最基本需要 睡眠 然后一个是吃东西 一个是就是性 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这个需要 不管是为了快乐或是为生殖 生存生殖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接纳的话 我永远没有办法接纳自己 所以没办法接纳是说 他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当我自己有这种需要产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讨厌 我又有什么这种感觉 然后就把它压下去 然后在男女之间的夫妻关系的话 就不会很好 然后而且到后来很多 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成为无性的婚姻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在一个 在美国一个人类学家 他说 一个人当一个人in love的时候 就恋爱的时候 那个荷蒙是测得出来的 是跟一般不一样 然后 所以我们一个人在in love的时候 各位可能都有经验吧 在恋爱的时候觉得 哇我什么都可以做 然后觉得很快乐 然后就很有创造力 然后就 可以很多很多成就 然后觉得自己很快乐 可是这种快乐呢 一般人可能恋爱第一个月 第三个月 甚至前面一两年 三年之后就没有了 然后后来 这个人类学家发现说呢 要in love这种感觉呢 如果要维持的话 这可以测得出来 他测得说 有的人老夫老妻 还是那种in love的感觉 那这不是我们每个人要追求的吗 那他in love的感觉 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一个是attachment 就是互相归属 拥有的感觉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lust 就是信誉 如果没有那种感觉的话 两个人会慢慢的 维持不了那个爱 维持不了 而且那种 不管 而且不管对于男人跟女人的性需求 或是健康方面来说的话 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正常的性关系 而且那种后来有 他们也做过研究 在美国也做过研究 如果你跟同一个性伴侣 有很健康性关系的话 你的健康是可以维持久一点 维持得很久 而且会变得越来越 会变得就是比较年轻 而那种荷蒙 唯有在 不是一直换性伴侣 是跟同一个人在一起 那产生的荷蒙化学物质 会对于我们保持自己年轻健康 快乐是很重要的 你刚才讲到重点 假设我比如说 跟同一个人跟不同的人 是不同的结果 因为你刚才是把爱跟性 是结在一起的 我觉得很多书上都在聊这个说 爱跟性是不可以分开 就是性就是性嘛 性就是一种快乐 跟爱有什么关系 那一种是 爱跟性当然是有关系啊 是有关系啊 对啊 因为这讲到重点 因为我们通常也觉得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个前提是 只有人类会透过性得到快乐 其他动物的性 它得到繁衍种族 它就不会再继续做这件事情了 只有人类会 那人类的性到底是什么 它在那个人的那个重要性 所以你刚才已经讲到很多 就是说它可能跟爱直接是有关 而且它跟人的分泌有关系 比如人的生理上会分泌一种东西 是有关系 它是生理而不是心理 那有关系 而且呢 比如说如果我跟一个伴侣 我们一定要很多磨合 一年两年三年这样 然后很多很多关系 然后这个关系真的要建立的话 是要真正建立所谓亲密关系 我后来我后来自己有很多体会跟研究之后发现说 你讲的亲密关系就指的身体接触 对身体 不只是身体 事实上性肾很脆弱的 人家说性很容易啊就上床啊 是真的这么容易吗 事实上性是很容易破碎的 那个维持的话是要 灵性上整个破碎 破碎就是 我听不太懂 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 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 幸运了 或者是即使还在做爱 对 其实还在做爱 就像机械一样 然后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真正的 合一的感觉 然后这种 因为你刚才讲脆弱 比如说人与人的关系也很脆弱 那同样的性也很脆弱 那个脆弱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忽然不维系了 两个人之间突然就没有了 就很脆弱 并不是一个很巩固的东西 是这个意思 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不会啊我幸运很强啊 可是一段时间 事实上不用等到你年纪大 你对那个没有感觉的时候 就没有感觉了 所以事实上是很脆弱的 心运很强跟你刚才讲的 没有关系对不对 幸运很强 幸运很强 我可以去花钱 花钱 对啊 可是那种是 很多人觉得说 啊男生和女生不一样 男生是可以分离的 可是真的可以分离吗 其实大概不可以分离 那我必须把很多感觉压下去 才可以就是去做身体的事情 可是做到后来 你压下去的感觉 那个还是不会离开的 然后我后来发现 再回到我们刚刚 最刚开始的主题爱自己 如果我没有跟自己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如果我不能怜悯自己 比如说我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他很讨厌 他怎么做这件事 他怎么这么固执 他怎么这么爱挑剔 然后我觉得都是他不好 然后我就把它推开 所以这种亲密关系 最终就还是回来说 我当觉得他很固执 很挑剔的时候 很喜欢控制我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看到说 这些在我生命也有 可是在我生命中也有 是不是我可以感觉到说 所有的控制 所有的挑剔背后 是我的恐惧 是我的悲伤 当我可以对自己有同理性的时候 那就是爱自己 当我可以跟自己建立 真正的亲密关系的时候 我才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 那这种亲密关系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的吗 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一个很快乐家庭 然后有小孩 小孩可以看着我们父母 也是很快乐 他们知道说他们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很多人谈两性的时候 常常就回到你刚才讲说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男人好像就是 他的需求跟女人是不同的 所以男人会从过去的文明 历史以来都会有妓院 男人就生理上需要就去解决 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讲一句很哀伤的话 他已经40岁了 还40几岁 他说我给你讲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 我的性是完全花钱的 我看了他的表情 我觉得他非常悲伤 因为他是用花钱去解决生理上的东西 他没有得到爱 他其实还蛮渴望说 有个女人爱他 或者结婚 跟我讲这话的朋友 他那时候没有结婚 当然我不会讲他是谁 他就非常哀伤的看着我说 我们有一次不花钱 他并不高兴 他表情并不是很开心 他就说我每个月赚到的钱 有一半花在性方面 我没有花钱过 可讲话的时候 我看到好像想哭的样子 我就忽然想到你今天跟我讲的话题 就是说我们好像一直在讲说 男人就是发泄 女人才是其实不对的 其实如果谈到这个话 像你刚刚的朋友是很明显 去找所谓的花钱去找经理 他就发解决掉了 可是同时有很多家庭的结合 很多男女关系的结合 那男的觉得说我工作有成 我有钱 那女的就说OK 我跟你在一起 这是同样的 事实上是很类似的 他只是换个形式而已 换个形式 他解决他的性 只是用这个方式解决 这样子 那所以 有点像这也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 我这样讲蛮恐怖的 但是可是我会觉得 女后好像只指核心 就是说 好像把问题已经推到一个 真正的核心的价值 比如家庭婚姻 我们都会觉得 人生建立一个家庭 有个美版的婚姻 可是你刚才的逻辑是 她有的时候只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她还是没有爱 所以才会有包二奶 才会有大老婆在家里说 没关系我不会跟你离婚 你只要拿钱回来就好 那包二奶 她是真的要那个爱吗 还是 当表面上是要爱 真正的 真正的她真的爱自己吗 然后所有 这所有东西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说 天哪 当然真的很辛苦 其实呢 我会跟各位说 生命是一个不间断的清醒过程 当我们越来越清醒的时候 你快乐时间会越来越长 那你如果问我说 可不可以完全疗愈 那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 我觉得说我已经走在这所谓灵修路上 我疗愈路上已经二十多年我是起头蛮早的 因为我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逼我不得不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就在前几个月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就很痛苦很生气 然后就看我心理分析师 因为我们在当心理分析师 我们一定要同时被分析 这是就心理分析 或者心理分析师自己可能做不下去 那在美国 心理医师或是精神科医师没有这样要求 就心理分析师这样要求 所以我很多同学都是已经是当精神科医师 我心理医师来的 OK 我去跟我心理医师谈话 我说我为什么还是这么生气 这么难过 然后就很沮丧在那里 他就说就是因为小时候被叼到天花板那时候 那件事情啊 还是没过去 我说天哪 怎么还是这件事情 他说对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不会离开的 后来我就 所谓不会离开 就是它就已经发生了嘛 它就是存在嘛 你只是如何跟他共存是不是 然后我后来 前两个礼拜五回台湾之前 我前两天才回来的 我就写一句话 共存存在存 共荣 共存共荣 这个也是我觉得人生好像就这样吧 好像我曾经写过一个儿童音乐剧 讲说人跟台风的关系是 台风一定要来 那你只好跟他一起共存 那台风是外来的 那人自己内在也有很多这种 像台风一样的东西 然后 我们常常讲众人皆罪 我独信 好像说你是很清醒的 你刚才讲说人的活的就是 不断的清醒过程 那很多人是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清醒 他也不想清醒 所以他让自己去保持很罪的状态 对不对 喝罪的状态 清醒的过程是无法逃避的 嗯 嗯 有的人清醒过程 比如说我 我姐姐 我姐姐她的清醒过程 一个很炸 重点是 的发生是我爸爸 病很严重 然后过世 在那几个月时间 我姐姐偷入了所有心理 去帮助我爸爸 因为她是她是唯一没有工作 嗯 然后比较方便做这件事情 可以去照顾她 后来她经历过那过程之后 她整个人变了很多 她以前是我们看到她 她拿电话 我们就不敢接电话 觉得她很凶 嗯 可是她经历过那件事情之后 她变得很温和 所以很多事情是 很多事情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让你不得不清醒 嗯 然后有的人 清醒是不是 不是你想要清醒 是很多事情会推着你 往前走到最后清醒 呀我也不想清醒啊 是保持罪的状态 如果不是我 突然发现自己有心脏病 然后已经在死门光了 我才会突然 突然决定说 OK好像这件事 一定要去做了 好各位听众 听到今天我跟 李怡静小姐 谈了这个 她的主题 爱与心的奇迹课程 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好像也在做一场 心理治疗 那这个过程 没有那么简单 说一场 听一次演讲 或者一次职场会 或者听一次广播 你就得到所谓的了解 人本来就是 相当复杂的 有许多的面 希望你现在继续 对这个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 当然 谢谢小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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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